Ayo 鳥世紀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半天庭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塔卡瑪地圖 這場比賽是世界冠軍MIPER 對上這位BOX戰隊的名字我回念了 是半天庭對波西米亞 我們先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的中間 這兩地圖有非常大量的幕區 在中間的位置 但是說大也不大 說小也不小 那比較特別的是一開始雖然有幕 但是幕都是非常少 所以TC通常會越往越中間開 所以到中間會變成主戰場的一個局面 那先來介紹文明的部分 出身點位大約9點的方向 VIPER選擇了半天庭 半天庭人的特色是槍兵駱駝 還有這個戰毛兵 造價減少25% 非常的省 所以打垃圾兵戰術非常適合半天庭 那半天庭人的森駛也是全滿的 也是非常好用 而且免費的草妖治療 後期可以點下後勤 點出半天庭盛騎 並作為強大的阻力 後面也有大落馬可以使用 但是沒有三攻 會稍微可惜的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波西米亞人特色 波西米亞人特色 是他的挖金挖石的速度非常快 因為他是免費升級上去的關係 所以封建時代挖金速度非常快 挖石頭也是 所以要打這個寶兵 波西米亞戰車是非常適合的 那他的生旅科技呢 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 是可以 影響到自己的村民的 所以波西米亞人會比較適合 走這個生旅戰 或者是走波西米亞戰車 槍兵路線 火槍火炮 都是他的後期主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風箭時代會怎麼去做一個判斷吧 好 那沒意外的話 這張地圖波西米亞人 應該就是會打戰車路線 這張地圖打一般的正常開局打法 壓制力並沒有那麼強大 而且城堡如果早點插在前線 防守木屑也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但這是預測而已 也有可能他是打一個攻兵轉火槍 也是ok的 那VIPER這邊遇到波西米亞人 最好的打法就是打這個槍矛作轉 然後轉生旅投車 配防對方的這個 波西米亞戰車 那如果對方擋戰車又投車的路線 基本上只要靠生旅就能搞定了 所以VIPER待會後期 不管轉什麼兵都是很好打 巴南亭人就是這麼的 算是算全面嗎 就彈性比較好一點 那巴南亭人呢 他電容時代也很便宜 所以不管VIPER是要打什麼戰術 這個壓力都會比其他文明稍微小一點點 好 VIPER這邊出來要搞事了嗎 四隻村民出去 但應該是要拉武村才對 ok這邊拉武村過來伐木 還以為是要來插劍塔 結果不是 好 波西米亞這邊是選擇了二棒棒騷擾 那通常的棒棒騷擾會比較適合 去打這個黑跳城戰術 那如果新手要打這個棒棒 然後又要打黑跳城的話 這個操作力實在是太難了 所以我們的會員影片呢 是交了一個黑跳城 是不出棒棒的黑跳城 這樣大家的失誤才會降到最低喔 才會比較容易打出這個黑跳城的成功率 好 那巴南亭人這邊是補下了一個軍營 後方的九隻村民四隻棒棒 待會有機會轉裝甲嗎 沒有轉了 這邊只要點一擊伐木 就意味著不打裝甲步兵了 哇我怎麼覺得 波西米亞這邊直接轉裝甲步兵很賺阿 VIPER這邊要是有裝甲步兵在這裡打 覺得是打到頭破血流的 還是轉一下 OKOK 不轉 怪怪的吧 是我一定轉 你在前面這邊九隻村民 欸 我棒棒在你門口 你敢跟我打 就必須要頭破血流 那VIPER這邊現在比較困擾的地方是 現在要轉攻兵很快阿 沒有挖金礦 現在只能按漏馬或是槍兵稍微擋一下 好裝甲要變身囉 好變身 先砍漏馬 先把VIPER的落馬砍死 再看村民一刀拿下 這一波VIPER 血虧 一隻漏馬加上一隻村民 直接暴斃 三隻裝甲的威力可是很可怕的 好那現在轉出槍兵的優點呢 是打裝甲步兵喔 一下還是有三滴血喔 但裝甲步兵是槍兵的兩倍傷害阿 所以真的要打贏的話 還是得靠射箭場 不然就要按更多的槍兵喔 但是按更多的槍兵來打 就意味著VIPER的生成寶時代 速度會再更慢了 好先把殘血射掉 OK搞定 VIPER這邊 直接三隻槍兵 脫一隻裝甲 這隻裝甲打到婆婆血流 殘血拉走 OK 好後面 剩一滴血 錯一下就好 好高打第一 反擊 後面那隻殘血 VIPER看一下 OK殘血的槍兵 全部躲到了城鎮中心裡面 開局的 免費的草藥治療效果 現在會有嗎 黑暗時代就有嗎 好像沒有吧 城堡時代才會有草藥治療才對 所以現在這個城鎮中心 雖然收進去喔 但補血速度並不會這麼快阿 還是正常的補血速度 OK 弓兵出來 VIPER這一村要被射死 躲得掉嗎 躲不掉 哇 最後還是被打爆 好毛兵出來 槍兵要小心一點 把這個裝甲做了很多事了 VIPER開局被收掉兩村 好 槍兵現在血量很殘 但至少都活了下來 炸彈兵的槍矛前鴨要出現了嗎 波西米亞這邊前期抓兩村 也弄到了VIPER的一些村民 這邊是直接轉弓兵 也不是打直城喔 哇 三棒棒 轉裝甲 然後轉弓兵喔 這個打法呢 也是我們頻道上有出現過的 教學的打法 這個教學打法都比較實際一點 但是操作力是非常困難 洗手要學的話可能還是要非常熟悉 多練幾百 大概打個AI打個五十幾場 就可以練得很熟了 好接下來看到這裡五隻村民 要小心一點 完了 這一村又沒了 這個肯定死去了 工兵直接貼在臉上 這一村 應該拿三村沒問題喔 好 VIPER這邊想要直接尻了嗎 後兵拉過來 又要在十一村 三村沒問題 OK VIPER開局十五村 天啊 太炸裂了 這個V陣 再來一個 好 被射死 過來炒個田 冒兵過來 打一下 再打一下 好 槍矛打算要回家 沒有 繼續往前 這邊稍微防守就好了 好 三隻公兵還在後面 看起來公式到現在差不多了 呼吸咪亞可能要生成 欸也沒有 哇 這個是瘋狂打臉局嗎 呼吸咪亞怎麼轉出肉馬來了 這個時間轉肉馬 有點微妙 這個時間點喔 你再灑一點錢 然後開始挖金礦就可以生十代了 結果沒想到這邊是決定要打一波 封劍十代 封印打法嗎 因為波西米亞這個文明封劍十代 其實並不是那麼強勢的文明喔 反正是拜登廷的封劍十代喔 比波西米亞更強喔 畢竟槍矯壓的價格優勢喔 實在是太多了 好 看死毛兵 好 但好像確實也做到了一些事情喔 這些肉馬傷害攻擊力極高啊 6點傷害 砍掉了非常多的毛兵 那這裡也看到現在波西米亞的資源喔 已經領先了Riper 哇 領先600資源 還在封劍十代 就打成這樣子啊 那這裡是因為Biper 點下輪走技術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術喔 顯得又再跟差距多了一點喔 出來被抓武村差距也是蠻大的就是了 好 現在 看這肉馬 攻兵加肉馬 這就是封劍十代最強的配兵喔 基本上這個組合打得好 想要打對方什麼陣型都沒煩惱 最主要就是肉馬要控好 好 然後攻兵第一時間 要把對方的槍兵給收掉 那其實這個打法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肉馬往前A 然後你的攻兵也一直往前 先把對方槍兵收完 之後就靠肉馬無雙砍掉剩下的毛兵 然後攻兵趕快離開戰場 這是最簡單的破解對方的槍矛陣的打法啊 好 但是波西米亞並沒有想要正面往前硬鋼 反正是Viper這裡是想要跟對方正面對決 但是對手不給 不給這個機會 所以又被破了收村 只要每收一次村 對於Viper的經濟喔 都是有一些損傷在的 好 不暫停 這裡點下了一擊的步兵鎧甲 上面補了一個市集 再會要買賣一波 看這裡就算賣石頭 也沒有辦法點城堡時代 遊戲時間來到了20分鐘 現在波西米亞經濟非常好 就要準備孫時代了 但是孫時代之前也不忘記繼續補兵 這樣繼續給壓力 Viper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槍兵一直跟在毛兵的後面 這樣槍兵就可以安全的 在後面不配弓箭手打 好 當然對手波西米亞不敢直接正面硬開戰 畢竟槍兵的數量有點多 好 怕這個槍兵來不及點完 自己弓兵先死光了 好 準備要拉走了嗎 要鋼了嗎 鋼了嗎 鋼又回頭 來 朋友用槍矛順利的把波西米亞的部隊給逼退回去了 兩邊都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邊剩城堡時代挖石頭嗎 看一下 OK 開挖了 還是要打戰車啊 好 那Viper這裡是補了雙射箭場 完了 這一波要是走進來 但是Viper這邊已經為死 暫時沒問題 這個地方暫時進不來 但是弓箭手還是可以燒了得到 好 這邊攔截一直沒有機會 這些洛馬要來抓左邊的村民 圍金礦 圍金礦 OK 金礦我也好了 海貝色跳了一匹馬 攻擊手往回 波西米亞拉城堡要來蓋堡了 二級射也點了 弩兵升級呢 這樣點個弩兵升級 MIPER這邊剩時代稍微慢了一點 這邊應該會先是一個重裝長槍兵 跟戰毛兵二級射 好 重槍不升嗎 沒有黃金升不了 微妙了 微妙了 現在壓力非常大 現在MIPER想說把兵往前推 想要阻止對方來蓋城堡 結果沒想到是從上面的地方出發 聰明準備要來幹大事了 好 這些槍矛 雖然沒有辦法回去防守 這一坨聰明蓋堡 只能往前走了 碰一下黃金阿 石頭阿 都可以給他控一下 海貝這一波壓力很大 二級伐木也點了 重裝長槍兵要升級嗎 OK 羅馬又抓掉了兩隻村民 VIPER村民處已經落後了七隻村民 開局就損失了七村 VIPER是有點血虧阿 OK 現在十一隻槍兵來到了破曦秒的後方 現在正面VIPER 回到這關城堡應該也是無可奈何阿 好 槍兵過來 戳掉一匹馬 第二下也戳到 就戳死了一隻馬 重兵直接回到了城堡設定範圍內 這隻村民躲得掉嗎 沒有彈到血有點歪 好像能活著下來 距離夠遠 守不到 但停下來 又死了一村 VIPER後面也抓掉了一堆村民 已經死一殺了六隻村民了 這一坨戰矛配槍兵也是做到了很多事情 波西米亞這邊硬蓋箭塔 蓋起了一些東西 OK 那現在VIPER在裡面瘋狂的騷擾當中 現在左右兩邊都在開戰 VIPER這邊有一個打法 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就是趕快速升地挖寶 然後 轉出巨頭開拆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現在被壓寶的關係 農田都被拆掉了 現在要升城堡其實有點困難 不然就是要大爆挖黃金 把黃金全部挖光起來 但是現在黃金又被波西米亞給控住 所以這一點VIPER會比較難受 所以我就很好奇 當資源點被大量控住的時候 還有辦法能夠順利的早點升到帝王時代嗎 還是單純直接使用生女防守就好 下面這些槍矛現在能做到事情不多 本來剛剛要升級重裝場槍兵 又選擇了取消 好 這一波騷擾壓力回到VIPER之上 下面那一坨槍矛暫時沒有辦法給到更多的壓力 反正是這兩台戰車 想打誰就打誰 好 VIPER點下了 就除思想 果然還是要靠生女 果然還是要靠生女 這個戰毛 肉身硬扛阿 好 但現在有曹耀治療的關係 現在補血可以補得很快了 免費的曹耀治療 但是曹耀治療這個科技 曹耀治療科技是帝王時代還是城堡時代呢 平常沒什麼帶點 有點忘記了 印象中是城堡時代就有了 應該回到城鎮中心裡面 應該可以快速補血才是阿 好 那現在 波西米亞又補下另外一個城堡了 兩根堡都插在了城鎮中心的臉上 但還好VIPER這邊的文明是敗戰艇 城鎮中心跟其他建築物的血量都是非常多的 這個TC可以扛的非常非常久 好 城堡造翔有機會 找到了一台 第二台還可以嗎 欸 也可以 兩台戰車獲得了 好 趕快把戰車拉回來修理一下 變成自己的戰車去防守 好 VIPER這一波槍兵又到了前線 想要再嘗試看看能不能再騷擾到 但是現在波西米亞家裡有箭塔也有投石車 防守問題應該會暫時不大 而且木頭的攻擊也是相當穩定 現在這裡有10隻村民在防 好 VIPER這邊村民處還是落後的情況 好 蝦米亞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一波進來直接往前搓 想要搓掉一些村民 戰毛兵努力反擊當中 有彈道學的戰毛3很高非常準 後面的投車來了 投車直接砸一發 砸掉兩隻槍兵 這一波 VIPER的槍兵全部送光 看這邊轉出了馬弓 控制住了這個瞭望塔 OK 上面有馬弓 下面有戰毛 VIPER的馬弓要跑 哇 沒有跑掉 直接被拍掉兩隻 完了 兩巴投車直接搞定 這就是沒有品種的敗戰艇 打馬弓就是血量太烈了 敵烈那種 好 左邊傳人中心 左邊這裡一個3TC繼續農 村民處終於反超了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這邊是透過斷村喔 然後再透過買賣一下 終於點下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出來之後 就有巨型投司機跟榴彈砲可以用了 但是現在經濟非常炸力喔 按個巨型投司機可能就是極限 好 麥可也點下了忠孝狂的 好 這裡一天再繼續補 看感覺補田要補在這個位置比較好 原來這個位置現在有城堡 待會地王一上 左邊的這個TC又被拆掉 很容易這個田是有點白灑的感覺 好 現在波西米亞也開TC了 戰車終於打破房子 衝了進來 會發現 哇 早就人去樓空啦 一直衝都沒有 只剩他殘血的TC ok 如果這裡沒人 那就代表後面人更多 好 麥可暫時沒有太多動作 反正是波西米亞這邊 這一頭工兵有點不知所云 一直在城堡上面走來走去而已 這隻野生動物有點大聲喔 美洲豹 ok 投車 打一發 好 手腳美洲豹 這個投資車會被導想到 因為有宗教防熱 移動速度夠快了 好 帝龍時代還有15秒 再來 就可以看一下 牌婆這一波 招翔建築物 很爽 四個建築物全招 ok 帝龍時代以上 現在問題是 要怎麼防守這一坨戰車 跟巨型投資機 好 牌婆也帝王點下了 下個非常便宜 工兵重點出來做事 抓掉了兩隻村民 好 這裡建築物 一個一個變成牌婆的建築物了 好 嘉莉稍微操場一下 這裡直接射掉 剩下四隻車 工兵 哇 這些工兵立了 大功 ok 現在 這裡又再次被控 又抓了幾隻村民 波西米亞村民處 已經只剩下35村左右 牌婆還有57村 村民領先23村起跳 好 重點是 牌婆最近上帝王時代 要轉的科技什麼呢 感覺還是要先轉一下印刷技術 跟這個神權政治 或者是點個啟示思想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頭車出來砸 哇 頭車趕快招翔 好 砸完第二罰治滴 殺掉了非常多的戰毛數量 看這村民一放出來 又被 擊殺掉了一些 現在村民處完全往左邊跑了 現在 波西米亞家裡 被森林招翔到生無法治裡了 那麥克爾家的城市中心也快要被打爆 兩邊都是想要盡肯著 打掉對方的城鎮中心 好 這裡有隻騎士過來 完了 騎士立大功 還是騎士趕快追 哇 現在村民處只剩29村 牠們 牠們的村民處相當領先 但是分數可以看到兩邊其實差不多的 好 這裡繼續用森林招翔敵方戰車 爭取一點時間 好 牠們北送了 好 要拉村民來玩gay了 開除傷行車 手撕手撕 完了 完了 這個打不贏 村民手撕好像還是有點困難 好 現在家裡問題不大 現在solo回去 好 現在騎士在這裡 好 看到有城堡 這裡要蓋堡嗎 或是Mia根本沒資源怎麼蓋堡 先跑再說 這裡的騎士抓到嗎 有看到嗎 在發呆 看不到 好 現在 把工程器製造所 招翔過來之後 產出衝生 撞掉這個TC 現在村民處差距來到了一倍 或是Mia只有28吋而已 好 蓋了一個寶 繼續控這個TC 巨頭 慢慢產 現在變成Porsimia 家裡也沒了 兩邊都是一個幻家 這就是四季帝國的幻家 你換我 我換你 四季大幻家 好像沒什麼毛病 ok 這個四季也低調 我不想給Ryper用 好 現在這裡一個大千席 是引誘對手不買的一個信號嗎 但是這邊其實有八隻僧侶 在掩誤這些村民撤退 Ryper這邊細節做得非常好啊 好 丹波西米亞也是重啟爐灶 好 組了一個四季 待會買賣一下資源 那我怎麼看起來Porsimia應該是沒什麼機會了 雖然現在還有戰車 但現階段來說要繼續往前壓制 也是很困難的 甚至沒有TC喔 車迷速會越差越大 好 直接點掉對方的生旅 好 巨頭一直拆 好 緩急Ryper巨頭 好 左邊的生旅招翔 看一下這一波可以招到很多 這一波Porsimia要完蛋了 全部的戰車都會變色嗎 OK 只有一半變色 還行 不會到太差 但這一波來說還是Miper賺了 好 這時候對手Porsimia 拉了一堆村民過來直接想要手撕 這些戰毛兵要不要守點僧侶呢 守點僧侶才對 完了完了完了 後面有一堆村民 在拿全套扁車子 僧侶趕快到處移動 好 騎士過來了 OK 招翔CD時間快要好了 提示開始亂砍 現在Porsimia一村民宿只剩22村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哇 這一場真的是無解 最後連這個TC也拆掉了嗎 拆了什麼東西不知道 看起來Viper應該是 蠻沒有壓力的 看起來一度覺得Viper好像會不行 結果加尼用一堆僧侶擋住戰車的壓制之後 又有呼吸了 反而是對手加尼被Viper的一些僧侶加上毛兵 居然就完全堵了過來 這個換架我覺得Viper換得非常漂亮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有Viper拿下 吃我的資源勝利 不管什麼都有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看還有其他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給我吃 謝謝你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